成龙和向华强都不敢动他,出道22年零飞闻,身价打百亿价给了初恋。 娱乐圈是个弱肉强势的地方,只要你有后台,影视资源多到拍不完的戏。 也就是因为这样,娱乐圈多了一种叫干爹、干妈的特殊关系。 无外乎就是拉关系,形成自己的人脉网。 内地有四美后台强硬,但香港娱乐圈也有明星比四美还要厉害。 在他那个年代,香港娱乐圈黑幕更多,但却没有人敢惹他。 他22岁出道,43岁零飞闻,连向华强都要让他三分,身家百亿,16年只爱艺人,他就是陈慧林,娱乐圈的异固清流。 陈慧林的父亲是香港著名珠宝商陈崇伟,陈崇伟在香港是非常有名望的富豪。 陈慧林的叔叔是香港大佬陈慧隐,可谓有钱又有权,在娱乐圈拥有住这样的身份。 这是多少香港女星渴望而不可及,当时在香港霸道的向华强也要让他三分。 陈慧林在娱乐圈里从不怕被人说包养,也不用怕威胁,压根也没有人敢打他的主意。 1994年暑期陈慧林从美国回港,偶然间接拍了两条广告,后参与拍摄张学友的音乐特级偷心。 被艺术直到西仲文发现,由西仲文介绍给现经纪人中真认识,后来加入香港乐坛,进入娱乐圈,也算是误打误撞的。 没有动用关系,从拍广告,到拍MV,再到进军歌坛做歌手,她一不小心就获得了最受欢迎女歌星奖。 有人说,爱笑的人,运气不会差。但努力的人,运气会更好。 出身豪门的陈慧林并没有依靠家里,因为靠自己的事业,就活成想要的样子。 出道多年,陈慧林一直没有绯闻,这和他的家庭关系是分不开的。 2008年,陈慧林嫁给交往了16年的男朋友,而且还是初恋,16年始终一人,没有在娱乐圈迷失,不愧为大家闺秀。 婚后千少公开露面,2009年急生一字,看到他帅气的儿子,不免直呼太帅,与其他明星相比,他始终热心公益,为人低调。 在飞文漫天飞的娱乐圈,林飞文却很红的陈慧林真的是一面旗帜。 希望今天的明星学学陈慧林为人处事的风格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